让我看看是哪位闲眼包 说咱们的新胶带用来做豆本肯定很好看 这就安排 手帐店主题的豆本你拥有了吗 后面这里我做了一个口袋的设计 可以往里面装入各种小东西 这里的门还可以打开哦 开手帐店真的好害怕遇到小偷啊 还有那种搓圆镖杀手 另外开手帐店是一件特别累的事情 每天需要早起开店 还要进货 摆货 搬货 上架设计新品 拍摄影片 打包发货 打扫卫生等等等等 当然也有好处啦 那就是前店的手帐用品都是你的 想用哪个随手一拿就可以了 交代多到几辈子都用不完 这样的手帐店你也想拥有一家吗 我今天盘了五大车的东西 今天就带你们来看看 手帐文具店主的进货日常呀 宝珠们看看这一堆的货架 真的是琳琅满目呀 快来瞅瞅我都进了啥宝贝吧 这么多的刷题笔就先从你们开始吧 这么好看一盒都要了 哎呀这盒自动铅笔也太可爱了吧 拿走拿走这个也要 哇塞这个隐形笔也好可爱哦 那可爱风格的有了 这种碎一点的笔怎么能少呢 这个暗中的声音好有质感 这个也是好解压 这二星座的橡皮 乌铃乌铃的带走 带走 带走 都带走吧 这是最近很好的手帐笔 也把它带走 还有这一堆的点点椒 猫猫呀我都挑花眼了 还有平时必备的玩具也都带走 这拿的感觉不要钱似的 各种收针带文具盒再来一层 哇塞这一系列的文具都好可爱哦 还有黑白风的也很好看 整套的全都打包带走 还有你们的IDOL哦 还有各种奥特曼卡片 最后我这孤卡贴纸也不能少啊 全部通通都带走 敲了整整一天 我脚后跟都磨破了 总感觉还缺很多东西 你们有什么想要的吗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哟 来啦宝子们 几天没发视频 你们的瞧瞧东西可没闲的呀 这几天我一直在给线下边上货 看看这一堆堆的交代 是不是眼花缭乱的 小马鼠的提拉多的肉球 还有多大王的想想的 还有软梅酱与咸的 造景的 还有边框交代 通通都有 丑丑的满满的两柜子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这里还有两架子哟 好了摆完交代 还有你们亲亲念念的 小马鼠展柜开始了 这么多的小马鼠产品 摆在一起可真是太吸引人了 从我们门口走过的小朋友 都会忍不住往里面瞅两眼 还有很多小可爱问问 我们线下店的价格 会不会翻倍 学生党买不起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家的宝贝 基本上是线上和线下统一价的 大家就放心大胆的来吧 基本上都很评价的 学生党可以放进入 而且在线下店 还能看到食物 随便摸随便看 还可以现场免费体验 做手帐的乐趣 是不是超满足的 好了 现在的展柜终于有点出行了 后面打算再放一些提拉多的产品 再往后面走 就是我们放手帐礼盒 还有手帐本的柜子 看看这么多Vix 以后你们网上下的随心配宝贝 都可以在上面直接拿了 这里主要陈列的是一些 黑白风格的文具 这个柜子还空了的 不知道放下 还有你们留言想要的火气硬奶油胶都到了 好了 今天就先这样子吧 我要继续摆货了 拜拜 哈喽宝贝们 今天是满货的第二期 孤卡女孩们的天堂来了 我把它们整整摆了两面墙 十块钱四张贴纸随便选 包括这边墨资里的和雨显的贴贴 都可以组合来取奥 看看这一堆袋子的东西了嘛 今天全都要把它们买在这个桌子上 这是一套蓝色系列的文具 盲带笔 转转笔 可爱的中性笔 套尺 橡皮 解压球 各种蓝色的东东摆在一起 真的美翻了呀 后面呢是白色图书馆系列的 这个系列呢 它是属于小青筋的风格 看看这么多的本子 买回去会不会舍不得写呀 接下来就是笔的区域 各种款式的盲盒笔 有缘神的 奥物世界 时代少年团 斗罗大陆 科比的等等 还有大阿狗的 这边还有各种可爱系列的笔 有三列欧的JK制服款 还有超多手帐而喜欢的荧光笔啦 还有百乐的果汁笔 反正差不多有吃几种款式 这个区域就是可可爱的挂件啦 我们瞧瞧精挑细选的 每个都好可爱哦 还有可以玩游戏的款式 下面呢摆的是各种卡套 这边就是手帐工具栏啦 有国语的点点椒 天高的点点椒 手帐镊子 刻刀 还有文具盒 板架 谁说我们没有离形本的 我上次忘记拍了 这个架子的下面呢 全是各种款式的离形本哦 后面呢还有一些国语的本子收纳 没有摆完 我们马上就要准备开业啦 哈喽宝贝们 我们的线下店终于搞定了 我每天可以更新视频了哟 今天打扫了一下卫生 现在整体就是这样的效果啦 大家一直告诉我 瞧瞧小妈鼠上新胶带啦 叫熊言熊语话去冲呀 咱们今天就用他来做手帐吧 再拿走我的手帐本 这个是给你们做免费手帐体验的区域 也是我拍视频的地方啦 这些手帐工具素材 大家来的话都可以用哦 先来拉拉图件吧 又一卷奶盖熊胶带 好多文字元素啊 对于我这种不会写好看字体的人来说 不要太友好了 还搭配了一拳花边胶带 小妈鼠一直都这么懂我们手帐儿的需求吗 这几天陆续有些你看到视频来我们店里玩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呀 因为刚开始还有很多服务不周到的地方 实在抱歉呀 咱们一回生二回熟 后面会改善的越来越好的 欢迎大家来店里玩哦 我们今天的熊言熊语手帐就完成了 你们喜欢吧 手帐店主的分装日盏 阿拉格西巴眼砸了 这个是近期大家都在要的吊吊的分装 给你们拉拉图件看清楚了哦 卷了最多的分装下来 要卷好的点高你们大学毕业 还好有我的卷胶带神奇 我给他卷了个名字 叫胶带分装带宝贝 看这胶带卷得多好 来 美妆标准再来一次 好了 一小会就卷了这么多 不要继续了再见 哈喽各位宝贝们 今天店铺终于可以装门头了 哎呀我这个门头真的是一波三折呀 为了节约成本又显得好看 大桃想了五六个方案 最后确定了两个在粉丝群里面 由各位小可爱选出来的 本来以为没问题 制作上墙就可以了 哪知道审核的时候又被打回来了 哎呀没办法又重新改了 再打印呀 好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最终门头的效果啦 趁着这个时间 你们成分的乔乔同学 也要抽时间发一个随心配的装箱视频呀 话说这几天真的聚热呀 为了天下店能早点开业 在外面是老鼠奔波呀 不光装修做门头和货架都要自己来订 还要买监控装空调 还有各种小装饰 这么热的天我已经晒黑好几圈了 视频前的小可爱们 夏天出去也要注意防暑哦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搬家啦 看过小小线上店铺的应该都知道 我在文具店里有几百个宝贝都要往这边办 每个三四车肯定是拉不完的 想想都要哭了 紧吧我就先到这了 我要开始收拾搬家啦 奶奶仙女们 这几天为了我的线下文具社 真的是要累气了 马上就可以搬家上货了 正好今天刚到了一匹小马蜀 那今天我们就来一个愉快的小马蜀开箱吧 一共有二十四箱哦 首先是必不可少的交代 这一整箱是就知道吃一 下一箱 哎呀一直缺的夏日限定终于到了 还没尝到夏日限定的 快来吧宝贝们 这箱是冰分节日 这箱是日付 就是一整箱的就知道吃第三蛋 还有就知道吃第二蛋 这次一二三真的是全奇了 近期有很多小可爱都能拿小马蜀的Vix 这次四款Vix每个都补了一箱回来 还有同系列的离心本 哇我的新款离心本终于到了 这小马蜀A4的离心本 千环小重 哎呀这个系列的每个都好好看哦 这也是离心本 这是小马蜀的礼盒 葡萄多多 这一大箱 还有一只很火的奇奇怪怪可可爱的小马蜀变迁 也全都到货了 全是变迁 嗯好了好了别扒拉了 这么一堆的小马蜀 摆起来速度复得美翻了 大家想看最后摆在货架上的效果吗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哈喽姐妹们 是不是有好多天没有看到 恰恰的限价手账店了 我又更新了好多新品哦 小马蜀的整套全都有啊 超齐全的胶带款式 在丑丑这边 最近各个社团新出的胶带 阿卓的造景胶带 小马蜀的玫瑰公主 小飞侠 秋冬限定 TT和盒子的都有啊 还有阿卓的闺蜜胶带 古风胶带通通都有 每个地方都被我填充的满满当当的 看着实在是太满足了 这块就是我新陈列的三立欧区域 各种三立欧的周边都有哦 本子变迁 手帐本 迷你活跃本 还有手帐胶带套装 库罗米的大号王河比 钟爱三立欧的小伙伴们 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块哦 国运的本子笔带 被我挪到这里了 复古的手帐素材 还有印章逆迷 复古手帐胶带贴纸 任你选择 差点忘了这块 还有阿卓新出的孤卡贴 这么多款式 你喜欢哪一个呢 反正我是跳花眼了 欢迎大家国期下期来店里玩哦